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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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这一出戏你很喜欢吧 你下次你再进去看他第二出戏的时候 林奕华戏很好看 一看可能这回又轮到 打赏是这样 因为他一直在变 没有下胖 对 没有一直在变 你越说越想去看看了 那是很极端 但很好看 对 但是我是听说这个包法力夫人这个里头 好像你说你从台湾的综艺节目里得到一些灵感 哦 这故事就很长编了 因为其实我过去两三年吧 都有一些跟台湾的一些 比如说戏剧机构啊 或许学校有些合作的机会 那在台湾呢 就晚上没有地方去一个人 然后就看电视 对对对 看电视你就频道就很多 因为我们是在香港生活的 香港呢 没有像台湾有那么多的频道 而且我们在香港看的频道 特别多是新闻节目 对 在台湾呢 它有98个电台频道 电视台频道 当中有很多都是独立的制作公司 做的一些电视节目 综艺就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东西 那早上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吧 有另外一个朋友叫杨兆 他们还有一些读书的报告啊 还有什么 现在都没有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通通都是娱乐 百分百啊 千分千啊 通通都是娱乐 哎呦 我去台湾跟你一样 就是晚上看电视 太好看了 你要你看台湾 你看台湾的电视 咱不说除了那些政治新闻 政治新闻其实还排在后边 对 都是9点 10点 对 我看台湾的电视 我会觉得这是个村庄 对 就好像外面的世界不存在 就帮人相礼相亲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老爱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看台湾 连新闻也都很娱乐 对对对 比如说特别是看 有一些频道啊 他会这样子 他会说什么 比如说新闻节目 他会说 哎呀 不得了啊 今天高雄 有一头牛跑掉了 然后跟着呢 下面打一个字幕 下一条新闻更大条 对 那下一条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有个黑道大哥 他女儿大师毕业了 对对对 社会新闻 对 他们特别喜欢 就是社会事件 但这种事情呢 我觉得北京也有很多 那就是他找了一些 所谓的星探回来 然后就跟主持人报告说 哎 我发现有个什么乡村 有个什么特别的一个现象 那然后主持人到最后就说 但是我们还是选了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年纪蛮年轻的 一个40岁的一个汉子 跟一个大概有个60多岁的 一个老太太 然后她是他舅妈 但是他们结婚了 那然后呢 然后就 他们就出来了 他们就是 比较流行乱伦 我不知道这个舅妈 到底亲到什么程度 但是他们两个人 就会跑出来 然后跳了一个 东北的二人转 然后那个男生 更有趣的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舅妈 就是因为一个舅妈 跟其他的女朋友不一样 舅妈呢 会特别欣赏他唱歌 其他的女朋友呢 就是说 哎呀 不要搞我 不要那么烦 你就走开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 好吧 来两句吧 他一唱就是上海滩 然后这个上海滩呢 完全那个广东话 是治政腔圆 对对对 但他平常就不讲广东话 那你不觉得 这个东西都是很有趣吗 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超现实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说 也不只是台湾 有这个东西 像刚才我讲那个 真的是道道地地北京的 也非常切合 刚才文道讲的 那个就是社会新闻 大家都在当中找戏剧 希望在这个戏剧当中 感受一下人生的悲欢离合 那观众在看的时候呢 那个偷窥的那个眼光啊 要比他们看电视剧啊 就更可以说大胆 跟投入跟取权 这个挺有意思 我前两天还看见一篇文章 讲 你说像台湾 它是有它的地方文化 但是搞这种娱乐 玩啊这种啊 但是呢 虽然表象上 好像越来越相似 比如现在在大陆 也有人骂啊 就是说港台风啊 对现在的这种娱乐报道的 这种主持啊 影响 但是在大陆这边 有人提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说想到这个几世纪 十几世纪的时候的 这种法国 说当时马克思什么的 都批评过这种现象 德国 就是说 说现在我们的新闻 多有意思啊 一会公爵夫人丢了狗了 一会什么皇帝明天 从哪过街啊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不能谈政治 所以只有这歌舞升行 所以其实为什么 会带这个包法利夫人来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包法利夫人的 那个时代啊 它其实就是报纸 刚刚开始发明没多久 所以这个小报 根本就是报纸开始的时候 那个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很排斥的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报纸的源头 对 所以那时候 根本是个浮华时代 对 就是当时的法国 你想想看 就是一种 大家都 其实大部分人 都不是上流社会 但大家都想知道 上流社会在干什么 要那个门缝 对 就好像这个 这小报就等于 就像你说的 开了一个门缝 然后社会当中 在那边一起开 哎呦 上流社会都在搞这个 好迷烂啊 都是这种 所以你觉得 这个包法利夫人 这个东西 其实就很像 我们今天 非常像 因为你知道 它有一个更像的地方 就是说浮流拜 我们现在说文豪 那他写这个 这个包法利夫人 他到底哪来的灵感 他根本就是看了一个小报 就像我们香港说的 那个苹果日报 因为当中有一个新闻 就是讲到 有一个女人 做了 怎么说 结婚了 然后嫁得还蛮好的 但是他就很苦闷 所以他变成就发展一些婚外情 然后又乱花钱 结果就没有钱 去还这些债 最后不能够不服毒 自杀 那他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 真人真是27岁的一个女人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27岁 六年后 这本小说出版了 所以你今天看这个东西 都有一种 我起码 我自己知道这个背景 就非常的震动 因为我们现在的报纸啊 随时是包法利夫人 当头条的 什么烧炭啊 什么吞 什么任何各种的毒药啊 老鼠药啊 然后所有的OL啊 所有的那个社会 就会在谈论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说150年前 其实今天还是一模一样 这很值得研究 是不是爆发户的时代呢 可能是爆发 但也可能是 你看什么叫爆发户的时代 我觉得是每个人都爆发 每个人都想爆发 对不对 比如说看选秀节目 我觉得台湾跟大陆的 这种中英节目 还有一点不一样 台湾没那么多选秀节目 对 没有 对 台湾的是怎么样 台湾是 选举 对 选举 选举 然后台湾呢 是很喜欢看 我觉得台湾的明星很惨 就刚刚林华讲 那个台湾那么多电视台 那么多中英节目 一个明星出了一个什么电影 唱了一个什么唱片 他就去几十个电视台 对 而且没钱的 而且没钱的 去干的事都差不多 去说的话题也差不多 我跟谁谁谁搞绯闻了 怎么样 那么大家呢 就在那边看这个就很高兴 但在大陆呢 我觉得更常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 每个人就想上去 我自己想变成他 我跟你说一个经验很好玩 我上个月 我在一个大学演讲 然后演讲完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观众的一个一个座谈会 提出问题 那么有一个人呢 学生站起来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不是提问题 我是要你帮我传一句话 我说你要我传什么话 传给你们台的那个主持人 陈鲁裕 我说 为什么 我看他常常以前访问一些名人 我想你帮我告诉他一声 有一天他迟早要访问我的 天啊 他是讲博语 还是讲广东话 讲普通话 在大陆嘛 我说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迟早会变得 就是福布什绑上面 五百大富豪之一 几岁 贵根 他十几岁吧 男生吧 男生 他说你一定会访问我的 你一定 将来 他就会访问我 说OK 那你要我帮你传话 你起码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不用 到时候他就知道 金庸看太多了吧 你知道就是 你知道就是这种 就是选秀啊 这种心理 就是这种心理 他激发起了人们 不甘平庸 这种意识 那天我在报纸上 看一新闻嘛 说是哪个电视台 搞的明星 唱歌的 这明星都想这个 语不惊人 死不休啊 所以就设计出场的方式啊 有个叫朴树的 还有个叫刘璇 你知道吗 刘璇原来是体操 出身的 然后刘璇人练体操的嘛 说我也来个惊人的 调威亚啊 就是在电视台 录影大厅里 从上面掉下来 那么从这么出场啊 那么出场 但是正好碰上 就像咱们现在 去广告了 你知道吗 去广告 然后呢 所有的电视台 这眼不大听的观众 就看着刘璇 掉在顶上 掉了两分半钟 但是我们在无线电视 常常都会有 这样的一种状况 排庆的时候 咱们现在要去广告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看来当导演啊 他不能闭门造车 只关心自己的戏剧 实际他很多灵感 是现在周围的社会新闻 有些导演不是这样 有些导演是非常哲学家 我是比较像什么 我都去秀秀 碰碰这样子 你这是后现代哲学 是可以这样讲吗 我就是把很多不同的东西 放在一起 所以到我们大陆 他还关心红楼选秀呢 对 因为我在电视上 一扭开就看到他了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红楼梦的一个 还蛮粉丝 就是因为很早就开始看了 对 那那天就看到 那个红楼梦中人 我就非常的 不是敬为天人 而是觉得说 就进不出眼泪就挂下来 那然后我看到 对 我看到那个电视上面的 很多那些 不是在舞台上那些人 他们还蛮冷静的 冷静到一个地步 很好笑一个事情 就是那天他们在选林黛玉 那然后呢 大概要11个选8个 还是8个选5个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就淘汰掉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 好 你现在被淘汰了 那你要就是往哪一个角色 再去努力这样子 然后他又说 我下一个要挑战的角色 就是王熙凤 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 很好现代 非常好现代 就是刚才他还在那边葬花呢 等一下他就已经变个脸 刘德华都没有学得那么快 真是人生如戏啊 对啊 就王熙凤来了 我见着那个就是说 来淘汰了 一点都不生气呢 他说 哎 饭呢 饭呢 管饭呢 就是火车站来的那种 他找工作 就蹲在马路边上那种 他整天等着人家找他背个包啊 干什么 听说红楼选秀也去了 完了之后给淘汰了 就是说 哎 管饭呢 管饭呢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男生 胖胖的 还长得蛮就是猪圆入 愿的 然后呢 他就觉得说 雪宝采非他莫熟 他是男的 所以还拍了一段 他在蝴蝶 那他真的是有花心思在演 所以这种东西在香港 不可能看得到 你觉得为什么呢 这我们的分别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香港人爱面子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 也有一个节目叫残酷一丁 那些残酷一丁 很多时候对我来讲 真的要比较起来 他太小儿科了 你还真是 我问过台湾人 说台湾综艺节目 那么样的活 但是为什么没有像我们 这么选秀 选秀啊 他也是说 爱面子吧 就是一般 普通台湾人会说 哎呀参加那个 地方小啊 地方小的话 很容易 相礼相亲的 对 你明天上班的时候 在那个地铁 别人对你的眼光 就够你好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跟香港的一个文化 它其实还是一个 蛮至宝的 这个这样的一种心理状况 其实限制了我们很多东西 也不光是有没有选受 现在连选美吧 香港小姐也好 什么也好 通通都是往加拿大 往那个美国 往别的地方去找 香港人还不敢选美 我们 我觉得现在就是选秀节目 有一阵子啊 这个我们这边的政府单位 就说要限制选秀嘛 对不对 但现在呢 我觉得已经不用限制 因为现在是 每个人都在选秀 对啊 其实选秀是什么呢 你想想看 选秀的 它整个逻辑 整个机制 难道不就是我们 整个社会的一个逻辑吗 就是我们 常常讲什么 要力争上游 对 就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 强调你要怎么样努力往上爬 你要超越人家 整个逻辑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听到那个东北的二人传的那个汉子唱 那个上海滩的时候 我也几乎要哭了 就是说 其实在那个贾江科的那个电影 三峡好人里面 观众印象很深 就是那个上海滩 那个那个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他也叫 很真实 就是觉得说这个歌啊 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我在另外一出 我跟香港有一个校将吧 叫战瑞文合作 叫万事歌王 那我也跟他说 我们如果要回顾香港的流行曲 广东流行曲 有两首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一首就是上海滩 为什么呢 上海滩 它令很多不是香港的人 对香港产生一种幻想 但是香港本身也是对大陆有一种幻想 就是那个上海这个地方 冒险佳乐园 所以他兜了一个大圈 回到现在我们中国这个土地上面 他才讲的 其实不是那个黄埔江的浪奔跟浪流 他是讲成功十四百 是这两个字很重要 真是有意思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演出市场 我那天还看见一个碟 那也挺后现代的 你说这个二人传 可能我觉得是东北人 只有东北人才能搞这种演出 你甚至觉得很狂 狂野 我那天看一个 二人传是那种 不是 从二人传发展出来的 就现在有一种秀 在只在夜总会里 好像还有个什么挺出名的一个司仪 叫什么大勇啊 还是二勇啊 就在东北的夜总会里面 不是 现在在北京 但我觉得他们的口音像东北人 你想象不到的 在夜总会怎么演出 就是大家这个叫好的方式 是拿这个骰钟啊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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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就这样 然后实际上是干什么 唱的那都是一般的歌 但是主要是挑战难度 比如说青丧高原 所有的演员 喝酒啊 其实就是拼着喝酒 而且就演的那个段子 那叫一个粗啊 就比如那是好笑 是好笑 你比如说两个人演二人转 演儿演儿就出来了 你这个傻叉 你这个傻叉 就是什么 去你妈妈 就是就这种话 大家就笑 然后所有的这些所谓唱歌的 实际拼的都是喝酒 好 咋活 你像凌空飞起 光击一个 两个膝盖就跪在地上 啊 这么一咬杯子 全场 太火了 太厉害了 做剧场的 怎么可能不去看看这些东西 做过了 太厉害了 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在剧场里面 必须要有的东西 就是情绪 其实你去看这些东西 选秀 最对观众来讲 为什么当时我也觉得说 我眼睛 就是眼泪要挂下来 就是一个东西就是 红楼梦 他一直在讲的 就是一种物 对我来讲 就是感悟一些事情 然后你看到面前这个画面啊 很美的一些女生 穿了一些非常轻盈的一些衣服 然后转过来 然后怎么怎么 你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到底什么回事了 所以变成跟红楼梦里面 讲的那个物 两个一冲击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就是太虚幻境吗 太虚幻境 林导演在我们的这个夜总会里 发现了太虚幻境 讲讲你的经历 因为我目前在做一个系列 就是四大名著 然后呢 就刚做完了水谷传 然后接下来要做西游记 那我四个书 我都希望 它是用一个现代人的 一个角度切入 我不要把那个故事 搬上舞台 我是让大家 在这个我的水谷传里面 看到现代人的一种心态 跟那本书写的时候 有什么接近 这就是文化基础 那红楼梦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其实当时我们没有在谈红楼梦 只是随便聊天 他就说 你知道吗 就是也是谈选秀 那个选秀 就是说 去一些卡拉OK 然后有一些小姐 然后其实通常就是 第一批带进来的 那些大佬啊 都说完全不看 就把他们叫回去了 通常是从第二批才开始看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 其实不对 第一批有时候进来的 就已经很好了 然后他就说 但是他有一次在某一个城市 有个经验就是打开一个太平门 然后看到里面有大概两百个三百个小姐 就穿着晚礼服都挤在那边 那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说 这不是很太虚幻景吗 那如果将来要做红楼梦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就是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太虚幻景 谈到赢这回事情 那其实赢在现代人的这个生活里面 怎么样可以反映呢 所以我就会看到说 要不要将来做红楼梦的时候 其实有这样一个太虚幻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太虚幻景的 就是fashion show 就是你看那个Cowl Lagerfield的一个fashion show 他做了一个旋转楼梯 从楼上一直一直下来 然后就差不多两百个美女 两百个美女就一直转一直转 一直换衣服一直转 我看了那个片段 我都觉得说 怎么做 好像我们不会有这个成本 这就是戏剧 而且它就是一种 一个fashion show上面一个模特儿 很漂亮 走得很短 面无表情 然后又回头 然后就赶快换衣服 而且我知道 如果我要做的话 最大的一个要挑战的一个难度 其实跟小姐也不一样 就是卡拉OK的小姐 因为卡拉OK小姐 可能还有高高低低 就胖胖瘦瘦 完全一样的 标准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超太虚幻景了 就是每个都很美 但是每个都一样 那我在巴黎那个红墨房 也看过天 长得都一样 体型都一样 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挺有一项 刚才咱们说的 台湾人 香港人 你反而让他参加什么选秀 他会觉得要脸 我发现脸 中国人最爱面子 但是脸这个概念 现在在大陆 很奇怪 你比如说要不主着 不喜欢的人就说 怎么那么不要脸 或者怎么那么脸皮厚啊 就上去卖下 陷下 但是呢 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 就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就不知脸齿为何物 就是我的意思 不是说那些人不要脸 我是说脸齿这个观念啊 他所指的具体内容 现在确实是模糊了 你说的我怎么样不要脸 我这是争取我的机会啊 你但是 脸很怪吧 脸这个观念 在中国人来讲 比如说以前讲面子 对 又是很多重意义的 他一重意义就讲人情 比如说我 我给你面子 你该给我怎么样 对不对 但面子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面子 我们总觉得它就是个面具 这是它是个伪装的 所以你可以说 我上去一个选秀节目 那是一个伪装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更重要就是 过去讲面子 其实是反映一个 什么样的心理呢 就是 因为人身上我们最看不见的器官 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脸 就人家看我 首先看的都是我脸 对 但是我反而自己最看不见我自己的脸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很忧虑自己的脸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忧虑 都投射在自己的脸上 他很怕 别人会怎么看我 别人怎么想我 别人如何认知我 所以我们过去很计较面子 然后我们很计较 我这么做 人家会不会说我不要脸 但如果今天大家都去做选秀 做这种过去 我们说不要脸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 第一我已经不计较 要不然就是第二 我已经很有 很掌握人家怎么看我 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因为 你刚才讲的那个 让我想起就是说 你很希望你看不见的东西 被别人看得见 就是你看不见自己 真正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 你必须要上到媒体 然后重新认识自己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这种 你知道选秀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从我们开始 就是美国的那些 American Top Model 那种非常非常风行一时 所以他们追求的 其实就是英文讲的 Face Value 但是问题是 最表面的价值 就是我们现代人 最追求的一个价值 就是你不要去知道 我是怎么一个人 你就是要肯定我这张脸 肯定我这个 最表面的价值就好 而且这东西 是我看不到 我想做 我看不到